我現在就問 我這個實力有沒有? 我這個吃雞 合不OK? 有人說很難 我覺得你不尊重 你這讓我很不開心 嗯 沒錯啊 完全不用狗啊 衝衝衝就對了 衝衝衝擊是真理 我一開始就企劃好了 這一把的話 如果是用小拳石 說不定待會會有超多法術 超多法術 然後轉娜加花貓 然後 可能比較有未來新一點吧 然後四星的藍掉 我真的不太想碰娜加 那個… 三粉柱的玩法啦 這一把有機會卡2喔? 卡2做一波 然後再上6 只要這邊稍微給一點法術 錢打桿 然後小拳石暗示一下 欸 暗示一下 有了 那…確認 欸 感謝一下我們湊從… 哇 加1加1的部分 用這個骰到這一隻 那我還是要拿這一張嘛 除非這個骰到這一隻 否則沒什麼區別 那麼也就是說不用閃 你就直接抓就好了 只要不中中間都不虧啊 哇… 這個還不是會贏的時間欸 但你可以等一下 看他會不會升3 他如果升3的話 你就可以拿那個… 一塊錢 然後同時去作戰力 贏一下這回合 然後漂兩元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用拿 直接刷掉 看起來是沒有 賺了 兩元 這又等於就是又賺那一元 聊天室 香起來 賺錢 賺錢 一直賺錢 其實… 小拳石最大價值就是買這種東西 然後這個能升了 這回合做強一點 說不定就可以拿那個… 弄一下他 拿一點錢 是… 抓好像都不太虧喔? 哇 可能不會賺 但是也不太會虧 欸…直接合就好了 不用等 沒啥好等喔 種族… 元素 魚 海盜 三族 加3 一定要玩惡魔嗎? 不一定啊 開了一隻有戰火的 現在還沒有什麼強度啦 因為我一直在拿錢 大概9費開始 應該就會有戰力了 又是石油 那我就只能一直拿囉 一直拿 一直拿 一直賺 瘋狂拿這種一筷子 賺錢 石油大亨 是不是? 這樣這回合還是不會贏欸 因為我又… 賺了一大波 再賣一回合 卡2流 重出江湖了 各位! 石油總共拿了幾張 我來看一下 8、3、3張 下回合可以考慮升了 喔 基本上扣血的牌不要拿 因為這個扣3、扣3 不值得的 現在這血比錢還要重要 因為你比較不缺錢 但是你會缺血 完成了一個左右金 盡量量是你可以一直維持比較多的保護機制 現在25嘛 下回合有多少錢 給我看看 20元! 那應該就是現在 要考慮升了 因為現在升 連童話還會出吧 現在升是一個好司機 一塊錢加4 非常好 然後不會再升一擊 刷 一塊錢加4 非常好 這個不拿 刷 這個點這個 出一個法諾 也不虧嘛 拐杖、骰、蟲、升、甲、蟲喔? 也是一個靠賽方式 可是 眾多野獸就只有一張正確 因為你要 如果點 點我手 點場面上的那個 就拿不到包子 所以 再說 nice 那基本上只要骰到這個 就很厲害了 軟泥怪比較好 待會法術可以很多 賣掉這一張 應該蠻容易賺的 我會小刷一下 用這個去曬野獸 有點扯 啊 這邊選擇升一級啊 然後看看能不能夠 去上面拿好一點的 法術 最後拿到了一個成長 所以待會會有6 然後小拳石要丟一張 不然我會成長到六星法術 這個丟一張 不然拆到六星法術 這個可以安穩拿一張 買個保險 法諾現在來有點慢 現在拿 壓力會 太大了 來不及轉出元素 五星 六星 嗚!這一張非常好 這一張就有一個很穩的打架能力了 所以待會就是出一堆法術 然後準備滑起來 這回合上6 就沒有錢買那家了 所以 上6弄出這隻沒用 也就是說我們要把重心放下回合 全體家是在這個時間點呢 是神之法術 所以我覺得…可以拿一下 然後做一個過渡 下回合我們再做一波爆發上6 來了! 全部部署都做好 完美! 欸! 別打到牛喔 啊 彈個4 不虧爛 彈個4 怎麼不虧爛 那你會不會扛一下牛4攻 還不能扛 這有夠費 那這邊… 贏一隻 當法術流有增俊人 這個過渡 直接穩住 而且13血無甲 還買了保險 這個時候上6 沒有任何問題 拿這個貼這邊 就有法術 這回合還是不會有那家 那麼也就是說 先拿這個 直接塞一個那家出來 嗯…這個是… 拿個籤比較多 種族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種族 那還不如拿這個 還有機會塞一些牌 拿戰吼加倍 就不虧 也可以 先抄腿6 這張我不要 我只要娜架 死生男爵100分欸 可惜沒辦法把他點進 嗯… 直接拿下來 還是賽一個 直接一發過去靠賽 我覺得留著等關鍵卡比較好欸 因為待會如果有神龍 你不要亂賽啊 這25%還不如穩…穩穩的等 然後待會做一波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玩一回合觸發應該 事情不是很大 我應該讓他玩一回合觸發 然後下回合再法杖點一個那家 開一排 我已經想好 未來人的… 畫面 超級強 圣誕快樂新年快樂 焰火抽獎 加 加 加 焰火抽獎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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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了 完全打不贏他 下回合 處理 感謝我們氣球 這把三血要吃雞的 哇… 有那家了 你們就看好 這一波 玩野獸… 有一個人是野獸欸 可是野獸只要不出白狼 而且這邊會卡三個牌 不要 這一把就是那家了 蛤?這麼爛喔? 哭啊 生龍來了 水 拉拉拉拉拉 很高興跟你做生意 戰鬥什麼時候 聖光遺棄了這個地方 小動物也會唱歌 小動物也會唱歌 來! 轉一波了 那起來 我現在就問我這個實力有沒有 有沒有東西 我這個吃雞 合不OK? 行不行? 三血兩甲 有人說很難 我覺得你不尊重 不尊重那拉 你很不尊重 你這讓我很不開心 秘密大師 那… 清算你就可以了 完美會像點在這 直接骰這個 讓他去骰一個… 六星法術出來然後點20 這個很棒 然後這一張100分 所以點20的牌是… 這個 這一定要點20 這一張必拿 袋子必拿 這個必拿 死生必拿 死生必出 必出 硬幣也要打 娜拉在點20 光盾這一發給在… 可能是給在這邊了 對… 法術爆拿兩張 哇! 貴的貴的貴的 待會只要找到六星法術啊 然後用這個去變那個… 酒吧精選 我們就可以法流 法流玩起來 我要告訴你們那家也有 也有上限的 現在就是起源要趕快一直拿 要不然你的那個… 滑毛觸發太慢 這個可能要合 一塊錢先按 先按個冰箱 冰箱保個底 沒有六星法術 這個…還是可以隨便拿 這個也可以隨便拿 這個…轉職我很喜歡 我笑我咬 我沒什麼戰吼 偷對手的牌 你好爛喔 另一個是野獸 這一張牌必拿 那… 20只能直接點掉了 20在哪裡? 在這裡 牛比較有機會頂到他 所以牛.20 可是沒錢做啊 沒錢做啊 沒有20塊錢 那還是… 終究還是只能正面 你只能希望他不要太強 我冰箱還可以頂一回合啦 所以假設這回合搞不死他的話 再等一回合就好 結果他根本不是我的對手啊 炒菜啊 聊天室啊 我在此宣布喔 他地質沒觸發 我雙翼直接把他夾掉 我的天啊! 原來… 伊利丹 才是解答啊 各位 欸他怎麼才是這麼大 就說好沒觸發的 伊利丹啊 沒有雙翼夾擊 我們贏不了欸 如果他活下來的話我會… 待會會搞上面那隻野火 那他掛了 他掛了… 上面那個牛應該不用用了 剛剛有搞一隻牛出來嘛 想說拿來打野獸 結果野獸直接被我幹掉了 這你敢信 我們是不是救世主 我這邊簡直是救世主等級欸 那可以進行開刷了 嗯…有需要再轉一隻嗎? 問…問各位 打娜加先後手就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可以再轉一隻 塞一個光盾 美姿姿 嗯…毒魚會比較… 打他會比較好打 所以再隨便買一條魚進來 降到1也是勝資卡 嗯…這個是勝資卡 各位觀眾! 我的最強一波 他也降我 我也降他 彼此彼此啊! 神龍一! 神龍變小蟲! 死吧,蟲子! 又是這個熟悉的畫面 哈哈哈… 哈哈哈… 小蟲子… 你好啊… 一個毒! 謝啦! 再一個碰 他頭上有冰箱 所以這邊還要再加賽 還沒完、還沒完 他冰箱我也冰箱 所以回合是這一張應該要丟掉了吧? 因為娜家剩兩隻 或是這一張要丟掉 這一張肯定要拿 這一張丟掉 這個加不了多少了? 點20 防一手奇奇怪怪 哇塞 哇塞 變金卡了 變金卡直接吃雞了 嗯…他的殭屍魚站後面 所以其實決鬥是最好的牌 去喬他 OK分析完畢 嗯…決鬥點20 值得擁有的幸福 欸…殭屍魚怎麼可以丟掉咧? 他居然丟殭屍魚 一張我判斷是絕對不能丟的牌 他居然丟掉了 來人!毒他! 來人!帶走! 300龍! 娜家說到底還是吃雞了! 久違的娜家 中了一團 仙人掌 那最後的決賽對側面我也是做滿啦 他的殭屍魚 應該是不能丟欸 他憑什麼丟掉啊? 雖然說沒抓到他啦 他直接… 可能運氣好就讓他躲掉了 要不然理論上他殭屍魚是要直接蒸發的 但也沒差 我們…至少我們這邊做到極致 我們就…這一把是卡二小拳石戰術 然後去轉… 神龍加上… 咕咕人 呃…真駿人 那決賽的…最終的關鍵對側呢 我就是讓… 這個…決鬥啊 放後面打殭屍 然後隱身一隻魚嘛 那… 毒魚就100%會幫他塗 這就是我的最終… 最終決策 感覺這一把能做的我都把他做好了 我都不覺得這個的 放後面打開 把什麼都送給你 夢中的一個主彈 不著不可協定 這些東西 你女神的好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が握りしめる 本のかけらで 日々 繋ぎ合わせ 夢を描こう